朋友大家好我是皮尼班 好久不見到各位 來吧我們今天來看一下我們最後一個S武器的造型 追光者 這個造型應該是所有造型裡面最認真最認真的一個 應該也不能說最認真啦 應該說是 呃...中二的一個 如果是我的話我應該也會選這個 因為他很帥 不像是這個水槍 也不像是那個牙控車 也不像是那個田田圈布導翁跟我們的蛋糕 這個的話就感覺有一點帥叫火焰羽毛 欸比較有遊戲的感覺你知道嗎 好啦我們要做什麼呢 一樣就直接去打100關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裝備在這裡有多帥 好 左杯我蠻想看他的劍陣 他有兩種劍陣嘛 一個是一般的劍陣 喔原來是鳳凰喔 好不打打喔 但是還不錯還不錯 有帥到有帥到 那我今天的話 反正該選的還是選一選 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個造型 可是這個造型是要160座橋才可以 哇 等一下 這個火焰也太帥了吧 是因為他是兩層的關係嗎 再一次 等一下 喔因為兩層的關係啦 所以才那麼誇張啦 一層的話就還是淡淡的啦 可是兩層的話那個顏色有一點帥 再加上那個光輝也是一口氣喔 兩道光輝這樣子刷 哇 哇這畫面 而且我還沒進化欸 哇等一下進化還得了 我們選一些其他的 不要影響我的 可是我說不要影響我的 我還是選了一個無人機在那邊 好然後沒有東西可以選 那就先選血量吧 反正應該這邊亂選應該都會過 哇等一下會多帥啊 呵呵呵 但我就先不選範圍好了 不然我選範圍的話 應該是會看不到這個光 我沒有辦法看到這個光 這個光是這樣子 我再範圍再加上去的話呢 會超大 我就沒有辦法看到整體 應該說我的截圖就沒有辦法截到整體 5 激光 火箭 火箭 好別動 別動 我現在有點想給 有點期待他進化 以這個造型而言的話 我覺得超帥 至少以這個遊戲而言 他突然就帥起來了 增加一道劍器 喔對耶 我剛剛原本只有一條火鳥而已 正常來講應該會有五根才對吧 五隻鳥才對吧 7 8 呃 雷電 所以這應該是 最貴的 另外一個遙縫車是用買的 水槍是用 就免費拿到的 那這個是160層 不只是用買的 你還要 賣夠多才可以拿到160層對不對 我另外一個帳號還在慢慢的農 我最後一天再來給他弄上去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給他拿到這個 然後我們到現在的防禦還沒有出來 然後我的CD也不夠多 我的火鳥也只有一根 然後是雷電 蛋糕就先不選 我還是覺得蛋糕丟那個就很奇怪 蛋糕丟到地上 結果地上在燃燒 那個蛋糕多可怕 好兩個見證下去還可以 從見證那麼小一圈 跟剛剛那個地 跟他的炸彈差不多大小 結果現在變成這麼大一顆 這也真是見證這個遊戲的奇奇 落 有落嗎 好啦有落一點啦 但還是很可 還是很扯 只不過這個遊戲 很像又出下一款遊戲了 我們之後再來給他看看 最近很像出的遊戲有點多 都暑假尾聲了 還是因為暑假尾聲的關係才開始出 好 榴槤 我們還沒有 欸不是 他還沒有給我防具 我現在有點想看下一個 然後是 好啦算了 另外一個無人機也不用選了 這個帳號應該是沒有必要 我覺得 然後四條 然後攻擊力再給他高一些些 能不能再扯一點呢 欸好啦 蛋糕推進器 讓我們的速度再長一點點 然後最後一個我一定要選防禦了 不能選了不能選 我們今天就不選範圍了 不然正常來講的話 應該都是選範圍 哇你給我這些 其實我血量 其實持續時間也可以選 可以讓我的見證持續求一點點 19 還是沒有防禦 平常防禦都一直出現 這遊戲果然會毒星 當你想要什麼時候呢 就沒有了 哇還是沒有 能量快再高一點點 這個造型出來之後 應該不會再用以前的造型 我覺得 這個造型的 特色太鮮明了 然後我現在覺得有點擔心 如果等一下選不到怎麼辦 呵呵呵呵 真的 他現在完全不給 不要跟我說 這個造型是沒有特效的 有 有一個王 可是這個寶箱先不吃 吃的話只是 減少我弄到 防禦的機會而已 2 5 沒有 所以他應該會變七彩鳳凰 就是 彩色的 就不單單只是這個 因為之前那個 之前沒有造型的時候就這樣子 應該啦應該啦 然後到現在都不給耶 真的假的 太神了吧 呵呵 這個太誇張了吧 有這麼難嗎 二七 好啦 致命感應先給他上去 追光者 差一點點到 如果等一下點到的話呢 我就會直接卡掉 然後全部重新再拍一隻 不然的話就是用撿的啦 就是啊 等我一下 然後我們就直接回來 然後直接進化 呵呵呵呵 有沒有機會 欸沒有打王 我幹嘛問有沒有機會 絕對過的啊 呵呵 打王會死 是王在那邊說有沒有機會 真的沒有欸 真的沒有欸 四分鐘咧 呵呵呵 撐不到兩分鐘咧 你知道嗎 我剛吃到寶箱了 完蛋 有點危險 但其實也是加速啦 反正我只要選到防禦 然後馬上吃就可以進化 留一個給我就好了 而且其實我現在可以去 我現在可以去死掉欸 因為我現在死掉的話 他可以變成亡靈 然後亡靈之後 我的傷害會更強 對 但是就目前為止的話 等一下也沒必要死了 對 等於是我的王者甲 跟那個項鍊都沒有用的情況下 就可以把這些怪物全部碾掉 好 這個也上去了 真的沒有嗎 寶箱吃了 沒關係我們先把那個雷 雷什麼的 黃雷電子給他上去 這邊有一個寶箱 哇 哇 讓我感受一下 讓我驚呼一下 37 沒有 榴槤 有啦 終於 可以吃了 我們就直接 喔 有帥 永恆之光 一樣啦 永恆之光 所以是紫色跟 哇 這個這個這個真的有中二道 喔 所以它兩個圖案是一樣的 只是因為它有兩層 所以說它的顏色會更加的飽和 還蠻明顯的 它顏色是透明的嘛 所以我兩層下去之後顏色就變得更加鮮明 哇 欸這個造型有點遲 這個造型怎麼搞的有點像是仙霞遊戲的那種克金造型 難不成它第二章節 感覺第二章應該是宇宙片啦 這感覺應該還是走科技風啦 應該不會走這種奇怪的仙霞風 因為兩個搭在一起太詭異了 除非什麼遇到什麼中國仙人之類的有沒有 不然這個劇情應該就去走宇宙了吧 繼續反抗外星人 好 幸運列車 血量 這我真的覺得是所有造型 所有S造型不只 我覺得是目前六個造型裡面最值得拿的一個 硬要講的話它應該也算是裡面最貴的吧 我不知道無可有沒有辦法拿到就是那個160層 我們最後一刻再說 好啦 有帥到有帥到 真的有帥到真的有帥到 我自己在這邊先掛一下 這樣的話我才可以截到比較帥的畫面 好 別動 我們可以在這邊掛一下 不然的話那個畫面真的是太亂了 其實我都在這種情況下一直在找我的封面嘛 我都是在這裡截圖的 這樣比較快 不用重做 重做其實很麻煩你知道嗎 還要把素材找出來 除非這個遊戲有素材庫出來 不然的話 基本上都是直接截圖會快很多很多 好 六分三十秒 我也就不再去強化它了啦 可是俗話說的好 帥不能當泛之 終究能力還是要給它上去才可以 只不過以單純而言呢 它真的帥 真的帥真的帥 不管是進化前 進化後都很帥 好 Boss來襲 我們就直接在這邊 應該扛得住吧 就算死了 我也只是變亡靈而已 變亡靈的話應該 欸 怪呢 好啦 這個最麻煩的異暴蟲B 不過沒關係 現在已經不是問題了 那我們還是吃一下 因為我可以讓瞬間場地乾淨一點點 雖然也只有一下下而已啦 但是說不定這一瞬間就可以抓到那個畫面了 反正我都是在後期Premium裡面 一針一針在找封面的 好了 又生滿了 啊對啦 現在都有100關可以測試 反正方形地圖真的很方便 我不用在那邊找關卡說哪一關是100關 其實以前就可以這樣子啦 只不過會覺得說還是刷一下後面的關卡 可是現在好像也沒必要 如果真的要刷的話 之後換個裝備進去刷個15分鐘 那個基因應該就已經給它拿滿了 不知道 應該是下一個章節出來 等級又會再給它往上去了吧 然後就是100等 200等 300等 這個遊戲有可能發展到那個地步嗎 好吧 這感覺應該已經結不了了 因為這畫面實在是太亂太亂了 我會沒有辦法站在真中間 然後四隻怪物都會出現 看起來就沒辦法 你看我現在左下就沒有怪物 如果稍微往左上走一下呢 左下怪物就生出來了 但是換成左右上又沒有 再往下走一點點 還蠻難的 所以如果現在能夠活下 能夠一口氣把所有人打掉的應該就是 追光者 然後把它範圍拉到最大 然後應該就可以一口氣把所有怪物都清光 對 因為它範圍實在是很扯 好啦 8分鐘 最後看一下傷害的部分 我們的永恆之光 56% 我們的狂雷電池 28% 我們的呱呱呱 7% 這論清怪啦 論傷害的話 喔 現在我終於看到這隻王的實體了 好感動喔 它其實是一開始動畫的那隻老鼠欸 對啊 有觀眾 我在社群上面有看到 原來這就是災惡之源 喔 追光者打王 你看 果然確實比較弱 也不能說他弱啦 對我裝備都亂選 對啊 裝備都亂選才搞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看他的技能 唉 他衝了三次然後後面會放毒 然後目前為止就爆了 一樣 一萬一千 一萬八千多隻而已嗎 是因為裝備選得不好嗎 不然怎麼才這個數量而已 好啦 一萬八千多隻 然後拿到了一些基本一樣該有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個造型真的是很帥 對 真的是很帥 只不過要160座橋才可以啦 如果沒有160座橋的話 是完全沒有辦法的 OK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的追光者造型啦 那你覺得怎麼樣呢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Y 如果有什麼想看的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啊 掰掰 掰掰 ưa著名指 1 1 啊 解 3 2 1 啊 4 1 啊 4 1 啊 4 1 1 啊 5 2 2 1 啊